听我们的那首歌 翻开我的歌谣联络簿 四季红这首耳熟能详的台湾民谣 是李林秋以及邓宇玄 在1938年时候的创作 以四季的变化来描述男女之间热恋的情境 听起来相当的轻快逗趣 男女之间那种打琴骂俏眉目传情的模样 透过歌词描述的活灵活现 今天我的歌谣联络簿 就要特别精选几首华语作品当中 描述浓情蜜意的热恋情歌 讲到热恋情歌 梅艳芳在1991年所推出的经典作品 亲密爱人 应该会是很多人的口袋歌单 这首歌的作者小虫曾经提过 当年她是梅艳芳的专辑制作人 在台湾的录音期间 每天晚上只要一到十点钟 梅艳芳就起架 因为她要跟远在海外的爱人通电话 每次看到梅艳芳开心地拿着手机 在墙角轻声细语的样子 小虫感触很深 于是写下了亲密爱人这首歌 没想到后来也成了梅艳芳在台湾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孩子路上有你 我并不寂寞 你对我那么的好 这次真的不同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 赵永华所演唱的最浪漫的事 从1994年推出以来 就因为甜蜜的歌词以及旋律 常常出现在婚礼的场合当中 作词者姚若龙曾经说过 他觉得赵永华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 他也认为简单就是一种幸福 在简单中懂得享受就是一种浪漫 因此写出了这首描述着幸福浪漫的简单情歌 而杨若龙也因为最浪漫的是这首歌 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奖项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夜路上收藏甜甜滴滴的欢笑 留到以后作词要已慢慢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收心里的好 陈卫林在1997年所发行的体会专辑 在台湾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IFPA的销售榜上停留了有十个礼拜 台湾的销售量超过了38万张 全亚洲则是创下了突破百万张的好成绩 除了专辑同名主打歌体会之外 由雷颂德作曲 陈卫林以及郑中基合唱的制造浪漫 也相当地受到欢迎 成为当年KTV里必点的男女对唱曲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思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又放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 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周杰伦在两千年的时候 发行了个人首张同名专辑 多元的主题与素材也造就出多变的曲风 整张专辑融合了中心元素的嘻哈 节奏蓝调 饶舌和中国风而受到欢迎 主打歌心情平时不烂情的歌词 刻画出热恋男女的点点滴滴 当年这首歌其实本来是要给黄书俊的 但是唱片公司迟迟没有签约 等到要用的时候呢 周杰伦已经准备要发片了 更没想到心情这首歌爆红 让黄书俊一直到现在 心里都还是觉得有些遗憾 更多怀念精彩作品 请锁定华氏每周六晚上八点 我们的那首歌 这一定是谁